他是CBA历史第一人,中国南南历史最强小前锋,他还是CBA史上首位总得分破万的球员,除此之外,他还是中国运动员中打载最牛逼的人,他的名字叫朱方宇,绰号朱巴,身高2米01,体重100公斤,他技术全面,三分球非常精准,1983年1月5日,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,从小在父亲影响下爱上了篮球。 1995年,朱方宇被广西体校选中,从此开启了他的篮球手压,他在体校也展现出了超群的篮球天赋,1998年9月,年近15岁的朱方宇进入广西南篮,年底他进入广东宏远青年队,1999年,年近16岁的朱方宇就成为宏远正式队员,刚开始他从替补打气,没有太多出场机会,直到2001-02赛季,朱方宇就和开了挂一样, 本赛季,他场均得到23.8分,6.7个篮板,和辽宁队的比赛,朱方宇单场命中9个三分球,创造了他的个人单场纪录,从此之后,朱方宇开启了他辉煌职业生涯,他带领广东队八次夺得CBA总冠军, 他还两度当选CBA常规赛MVP,和四次总决赛FMVP,在荣誉上堪称CBA20年来第一人,朱方宇还代表中国南篮征战过三届奥运会,其中2004雅典奥运会和2008北京奥运会,帮助南篮闯入奥运会八强,他还多次代表中国南篮夺得亚洲冠军。 2017年6月18日,朱方宇正式宣布退役,随后成为广东红远队的总经理,朱方宇职业生涯极其辉煌,但他的荣誉都是刻苦训练,在场上拼命得来的。 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,努力的人运气往往都不会太差,希望我们都以梦为能复首。